第471章直真噩的怕 直真噩果然没有说错 不灭勇欲丹门 你会自动过来 看样子还是这个女人比较了解你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传来 随着这个苍老的声音 一名老者出现在了蓝小布的眼前 种一脸现惊恐 下意识地往后狂退 好在没有人阻拦他 让他可以后退 骨须 还真是你啊 蓝小布呵呵一笑 没有半点在意 骨须呵呵一笑 看样子这些年你修为上涨很快 膨胀的也很大 很难想象 当年那个小小的先王 敢如此在我面前说话 想必你应该想在这里布置虚空阵闻吧 可惜了 是不是疑惑这里根本就无法布置虚空阵闻 听到骨须的话 蓝小布一愣 他还真没有打算布置什么虚空大阵 骨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半神镜而已 凭什么让他布置虚空大阵 不过听到骨须的话后 蓝小布倒是尝试着攻落了一道虚空阵闻 很快他就发现 这阵闻无法成形 还真的无法布置虚空阵闻 这是怎么回事 蓝小布一皱眉 对付骨须他不在意 万一有更强的家伙过来 对方还能阻止他布置虚空阵闻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蓝小布几乎没有半分迟疑 当即就让宇宙为魔构建空间为魔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刻画虚空阵闻 一般倾斜而出 嗯跨入先帝境了 古须眼里闪过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蓝小布在魔旋峡谷的时候 百分之百是先王 还是一个先王初期 这才多久 都从先王初期来到先帝境了 他知道蓝小布身上有秘密 否则的话 也不会在季宪台疗伤的时候 要借东西将自己罩住了 不过他也从未想过 蓝小布身上的秘密如此之大 竟然在短短两百年不到 就从一个先王初期来到了先帝 这还了得 这种震害很快就化为了惊喜 无论蓝小布身上有什么秘密 他古须都要了 小小一个先帝在他眼里还真不够看 古须抬手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是一件裂空飞爪 其因即卷起的几盲和几涛隐约有些迟缓 蓝小布心里已有了一些判断 他之所以无法在这里布置虚空大阵 是因为空间规则有些变化 或者是有些扭曲 裂空飞爪似乎将这一方空间撕裂成为无数碎片 而蓝小布就处于其中一块碎片之中 只要这些空间碎片再次变化 身处其中的蓝小布将随着这些空间碎片一样变化 角子 宇宙大的很 不是依靠阵道就能走遍的 古须淡淡的声音传来 飞爪再次变幻 那被飞爪撕裂的无穷无尽空间碎片 似乎要再次融合起来 空间碎片融合 处于这空间碎片中的一切都绘化为虚无 蓝小布一声冷哼 七阴挤的几毛忽然消失不见 古须还在心惊的时候 一种可怕的死亡气息就笼罩住了他 下一刻 在古须的感官中 空间消失了 空间都消失了 那被他撕裂的空间碎片自然也是消失不见 那是一种压制的力量 不仅仅是相对于规则 让古须惊恐的是 他感觉这种原力的制药远远强于他的先缘 难道这是神缘 然后他眼睁睁的看见一道几毛化空空间 来到了他的眉心 这是无视空间的神通 古须内心一片冰凉 他可以施展出空间分割神通 是因为他触摸到了空间规则 而蓝小布刚才施展的神通就绝对是无视了空间 这是一种无界神通 也就是说 蓝小布一样接触到了空间 而且对空间规则的理解远远要强于他古须 如果蓝小布真的是神缘 那他拿什么和别人斗 扑 古须自己都可以看见他眉心一道雪光炸裂 死亡的气息涌来 古须心里一片惶恐 不过那种死亡的气息很快就消失不见 等他醒悟过来的时候 蓝小布正站在他的面前平静地看着他 此穿他眉心的长脊消失不见 与之一同消失的是他的修为 他的丹田和尸海全部被封禁起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要布置虚空困杀阵才可以教训你 蓝小布看着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老家伙 此刻被他置住了 这家伙反而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沟楼模样 为什么 古须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蓝小布可以施展神缘 蓝小布拍了拍古须的肩膀 顺便将古须的戒指撸下来丢进了宇宙围魔之中 然后说道 说心里话 在我对决的强者中 你连前五都拍不上 对付你我也要用虚空阵法 那我岂不是太丢人了点 先委屈你一下 到时候也许需要你陪我去一趟魔旋峡谷 说完这句话 蓝小布手一卷 直接将古须丢进了真灵世界 古须还不能杀 他还需要询问古须很多东西 小布大哥 你杀了这个老东西 他就是那个魔旋第一的强者啊 种意激动的跑了过来 我没杀他 只是将他关起来了 蓝小布说道 种意握紧拳头 他现在彻底明白了蓝小布的实力 刚才和古须战斗的时候 他远远看着 尽管他没有看出来多少东西 他却知道古须比蓝小布差的远 我们赶紧打开先门封印 就一下广里大哥他们吧 广里和简炫明不在这里 他们在那个止语先停 故阵我已打开了 你和永玉丹门的人说一下 他们的宗主萧月谁也在止语先停 耿着边士币 你还是去尽先思 那执家之所以敢动手 只是仰仗古须而已 现在古须被我抓了 执家根本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立足 看这个地方现在乱七八糟的 还是交给藤墨来管好一些 蓝小布说道 他神念虽然无法覆盖整个摩玄仙玉 不过从永玉丹门到汉星仙城这个距离 那都是在他的神念之下 他已扫到了广里等人 不但广里和简炫明都活着 藤墨也没有被杀 执家的人抢夺了升星仙庭 并且建立了直语仙庭 按照他看见的情况 这应该不是执家主动做的 执真阿是去国虚空岛的 只要执真阿不是傻的 就不会公然挑衅他拦小布 现在执真阿敢这么做 肯定是因为古须 古须的实力也不会让执真阿这么做 真正让执家不怕得罪他的 应该是摩玄峡谷下面的家伙 也就是古须后面的主子 执家虽然这样做了 也不敢将事情做绝 所以执家将所有和自己有关系的人都囚禁在仙庭大牢之中 就是以防自己有一天会来到这里算账 若是自己被古须和古须后面的主子杀了 那执家将随意处置他的朋友 如果他杀了古须 那执家肯定会说是古须强迫什么的 执宇仙庭的仙庭大殿中 有十多个人坐在这里 这既是仙庭朝会 也是执家内部的家族会议 因为执家掌控了生心仙庭后 就从未给过外姓修饰入住庭堂的机会 每次执家的人建议如何管理仙庭的时候 执真阿都是说在等等 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什么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在等什么 大帝 我觉得我们真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们应该整治一下执与仙庭 执家控制执与仙庭 是为了执家能够更加发展壮大 现在执与仙庭已是很混乱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掌控执与仙庭还有何意义 还有 我建议立即杀了滕家所有的人 滕家的人活着 对我们掌控整个仙庭是一个大问题 说话的是执昂 执家现任家主 在执家甚至在整个仙庭 地位也是仅次于执真阿 执真阿皱着眉头 这种话他听了很多遍 自从升星仙庭被他执家取代后 整个仙庭都是乱成一锅粥 他也懒得去管理 因为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蓝小布一天没有过来 这件事就一天没有结束 蓝小布的可怕 到现在为止 他内心都是惊恐的 当初在虚空岛上有多少强者 那些强者随便出来一个 都可以碾压他执真阿 可那些强者在蓝小布面前 简直就是和纸户的一般 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哪怕他见识过骨须的强大 也见识过骨须背后 那个存在 可蓝小布给他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正因为如此 将眼仙道的尽心思 很多人挂印离开 都不愿意为他做事 他也没有当即斩杀 而是将所有的人 全部抓到了仙庭大牢之中 就是为了蓝小布来的时候好说话 唯一让他恼火的是 其余书被人杀了 又有几名职家长老要站出来说话 实在是因为职与仙庭 现在是真的太乱了 职真阿摆了白手 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不懂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我职家向对那人来说 实在是不值一提 话没说完 职真阿的脸色就刷得一下变了 他护得站起 双拳握紧 整个人都紧绷起来 他感受到自己不知下去的所有禁止 在这一刻似乎被人窥探过一般 第472章偷袭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一个通雾的声音从大殿外传出 等众人看见的时候 却发现大殿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名男子 乌语王 直针阿呼地站起 脸色有些苍白 蓝小布就是他的梦魇 当初他在摩旋远古战场追杀艳环的时候 就是因为蓝小布在 他差点被杀 这仅仅是开始 到了虚空岛的混沌秘境入口之时 他才知道蓝小布的成长有多快 那个时候蓝小布要杀他 真如捏死一只蝼蚁 从内心深处 直针阿是真的不愿意念掉生心仙庭 然后当这个直语仙庭的仙庭王 其实在藤极楼失踪后 可以占据生心仙庭的势力不知道有多少 别人为什么没有动手 不要说别人 就是和他一起去虚空岛参加混沌秘境的四地宫 任何一个人站出来 都可以轻松占据生心仙庭 可人家没有一个动手的 原因大家心里都有数 生心仙庭是蓝小布罩着的 直针阿在努力地想着 如何将自己从这件事中尽大可能的撇开 就算是无法彻底撇开 他也要让蓝小布知道 自己是迫不得已 可没等他说话 一道乌芒就划破虚空 跟着一道强悍的空间气息笼罩住了蓝小布 而那一道乌芒就是在这强悍的空间气息中 锁定了蓝小布的眉心 直针阿呆自住了 一时间他甚至忘记了叫助手和上前去阻止 这一刻他的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 这一道通袭 他作为直家最强的先帝 岂能不知道是谁做的 那是直家家主直昂 这是忘记直一杀是怎么死的了吗 曾经召开家族会议的时候 被选上家主的直昂就意气风发地说 蓝小布的确厉害 但再厉害 那也只是一个先王而已 而他师父最近毫无音讯 很有可能是非生上一戒了 一个先王凭借虚空大阵 杀了许多的先帝 甚至让众多先帝王不敢动弹 这也只能说是占据天时地利 如果不给他那几天不止虚空困杀阵的时间 他蓝小布还有这么厉害 所以我的观点是 一代蓝小布现身 立即就动手杀了他 不给他半点布阵机会 先王再厉害 哪怕可以对付先尊后妻 在先帝面前也只能趴着 直昂的这个观点竟然得到了众多直家长老的认同 这让直真恩很害怕 他很想拿掉直昂的这个家主 他的实力虽然强于直昂 可地位已经比直昂低了 当上先帝王后 因为一直不敢动生心先帝的构架 这导致他基本上是一个孤家寡人 没有什么有利的帮手 他都怀疑 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力比直昂强大很多 直昂说不定着就不让他做这个先帝王 而是一脚踹他离开了 内心深处直真恩还真不愿意做这个先帝王 但他比谁都清楚 一旦他不做这个先帝王 直家别的人做了先帝王 那第一个要杀光的就是蓝小步的朋友 若真这样做了 直家将陷入无底深渊 再也没有回头余地 本来他还想慢慢纠正直昂的想法 没想到他还未纠正 蓝小步就出现了 直昂还真选择了动手 他不知道直昂的想法对不对 他只知道一点 蓝小步这么好杀 会轮到他直昂来杀 浩瀚仙界 比直昂聪明强大的人太多了 为什么不见他们杀了蓝小步 蓝小步动都没有动 碾压空间的先帝气息 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 然后蓝小步呼得一拳轰出 那一道已接近他的乌芒 在这一拳之下化为无数碎点 蓝小步却是一步跨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拍了出去 直昂就感觉到空间再也不属于他 他就好像呆在了别人的家里 浑身都不自在 蓝小步那一拳轰出来的狂暴气息 虽然不是针对他 他依然感觉到呼吸艰难 当蓝小步那一巴掌拍来的时候 直昂竟然无法躲避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恐惧 啪 那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 直接将他半边连给拍成虚无 而直昂却在这强悍的力量之下倒飞出去 轰 直昂轰在了他的座位旁边 那里坐着一名年轻男子 明明知道不应该砸到自己儿子身上 可他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他身后直体的身体被轰裂 当场弃绝 感受到自己的丹田河是海拳部碎裂 直昂内心一片凄凉 他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直昂不愿意杀任何一个和蓝小步相关的人 为什么不愿意来升星仙庭 比起直昂说的 蓝小步的实力何止先亡 就算是不用任何阵道 人家也可以轻松灭掉直家 好好的活着不行吗 偏偏要找死 蓝小步摇了摇头 走向了坐在最上手的直昂 直昂已经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离开座位 对蓝小步一躬身 吴与王 这件事真的和我无关 一切都是古须强迫我做的 如果不是古须 我绝对不会来升星仙庭 我直家 一直都生存在越境仙庭 就算是要占据仙庭王之位 也不可能想来到升星仙庭 直家其余的人心里都是惶恐不安 连占据越境仙庭王之位的话也说出来了 可见在这个吴与王蓝小步面前 直家是多渺小 也是 直家现在除了直真阿 最强的应该就是直昂了 可直昂偷袭在前 却没有挡住蓝小步的随意一巴掌 蓝小步走到仙庭王的座位坐了下来 淡淡说道 如果不是你没有对我朋友动手 你以为你直家现在还存在 直真阿和直家所有的人 此刻都是不敢大声喘气 在十几个呼吸之前 直家所有的人都对直真阿的低调和无所作为不满意 甚至觉得直真阿虽然是直家第一强者 却不配坐在直家所见仙庭的仙庭王之位上 而在这十几个呼吸之后 直家所有的人都在后悔 没事来抢什么生心仙庭的仙庭王之位啊 杀了生心仙庭人的直家人站出来 给你们实习时间 实习之后 没有站出来的就不用站出来了 蓝小步淡淡说道 所有在大殿的直家长老都是面面相去 这里没有杀生心仙庭人的最多不超过五个 直真阿见良久没有人站出来 立即说道 直寻直乌公直志远直方你们几个站出来吧 可我们没有动手杀过生心仙庭的人啊 一名男子脸色苍白的站了出来 语气有些惶恐 直真阿叹道 我知道你们没有杀过生心仙庭的人 所以才叫你们站出来 直真阿肯定 如果在实习之后没有人站出来 蓝小步会全部杀光 蓝小步的狠辣 他是亲眼见到过的 蓝小步淡淡说道 这就是说其余的人都是沾了生心仙庭的血了 是 直真阿深深的吸了口气 他知道 今天一个回答不好 直家就会彻底消散 你们四个 去将所有被你直家囚禁的人放出来 蓝小步对被直真阿叫出来的四人说道 是 次人离去后 蓝小步的目光落在直真阿身上 说吧 当初魔玄仙玉的那眉天刚正齐在水手中 直真阿连忙恭敬说道 在古虚手中 古虚说他背后有一尊神人 并且带来了神人的强大念计 他在知道你和生心仙庭的关系后 要求我直家必须要占据生心仙庭 只要我直家占据了生心仙庭 他会在千年之内 让我直家多出百名仙帝 不仅如此 他还可以让我直家的人跨入神界 蓝小步冷笑 如此大的本事 怎么自己不去神界 继续说下去吧 是 直真阿继续说道 那个神人被人禁锢 胸为压制得很厉害 需要修饰精血祭奠才可以缓慢恢复 所以他让我掌控一介修饰 然后慢慢的为他恢复 蓝小步点点头 这是真的 因为他在摩旋仙谷底的时候 虞续就寄陷过鲜血 不过轮回锅被他拿来了 这寄陷的鲜血是通过什么方式被骨须背后那个家伙得到 掌控一介修饰 好大的口气 蓝小步说道 这么说来 你直家霸占升星仙庭只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还有第二步和第三步吧 最后霸占整个摩旋仙谷 蓝小步对这些家伙很是不爽 就如继神谷一般 动不动就练化一个仙谷 掌控一介修饰的精血 继神谷如此牛皮 还不是被他给灭的干钱净净 直真恩惶恐说道 的确是如此 不过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同意 你从我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 我的动作 不是要占据整个摩旋仙谷的做法 可惜我实力低微 根本就无法反抗 我知道你肯定回来 所以我只能再等你 你说你将天罡正旗给了骨须 可我在骨须的戒指中没有找到 蓝小步再次问道 他已经查看过骨须的戒指 好东西的确很多 但没有天罡正旗 啊 直真恩惶惶惶的看着蓝小步 骨须的戒指 这就是说 骨须被蓝小步拿住了 否则的话 如何说他戒指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现在想的不应该是这些 而是直家能否生存的问题 第473章不熟悉的搜魂 乌语王 那天刚正旗 我的确是给了骨须 你也知道 这种事情我不会撒谎的 直真恩惶恐惶回答道 蓝小步还没有说话 就听到藤墨惊喜的声音传来 蓝大哥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来救我 在藤墨身后 除了广里 广杰 简绚明 公粮叶等人之外 还有萧月水的等人 众人见面分外欣喜 广里更是感慨万千 蓝小步真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 当年他和简绚明在虚空中救了蓝小步 那个时候蓝小步才是一个小小的金仙而已 这才多少年时间 蓝小步已经是随意可以碾压一个仙域的仙庭王了 蓝小步拍了拍藤墨 去做好你的仙庭王 将生心仙庭再次支撑起来 不要你老爹走了后 连他的基业都毁掉了 还有我看见整个生心仙庭混乱不堪 应该是直家干的事情 直家我去处理 生心仙庭你来管好 不说超越你老爹 至少不要比他做的还差吧 否则 你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仙庭王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修士 就算是蓝小步自己 这次回到吴语仙界后 他也打算将吴语王的位置传给别人了 虽然他为吴语仙界做了不少事情 但他留在吴语仙界的时间太少 一样不适合继续做吴语王 藤墨恭敬的对蓝小步行了一个大礼 蓝大哥 你既是我的大哥 也是我命中的贵人和恩人 没有你 早已没有藤墨 更不要说生心仙庭 大哥放心 只要我藤墨还活着 我一定要将生心仙庭整顿好 广兄 简兄 萧宗主 我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能留在这里太长时间 不过有什么事情 你们都可以给我传讯 蓝小步和众人一一告别 同时还拿出一些他自己炼制的通讯珠交给众人 这时告诉大家 只要他蓝小步还活着 就不要搞什么央蛾子 执家仅剩下的四名长老蓝小步没有杀 被执真儿打发回了越境仙庭 执家所有的弟子都被赶出了魔玄仙域 至于杀过魔玄仙域人的执家子弟 都是被处死 这种事情 执真儿根本就不敢作假 他担心哪一天被蓝小步找到借口 就再次转头来灭掉了执家 灭掉执家对蓝小步来说 真的太简单了 这还是因为执真儿有先见之明 否则的话 执家怕是再也没有了 执真儿被蓝小步带走了 他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执真儿和古须当面对峙 蓝小步找的地方是魔玄远古战场 这个地方安静 又没有人打搅 看见蓝小步将古须丢了出来 执真儿看了口气 还真将古须抓来了 而且就和死狗一般丢在自己面前 想像之前古须在他面前的嚣张样子 这转眼就和落水狗一般 然而执真儿是真的开心不起来 他自己比这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啊 古须 执真儿说将天刚正旗给你了 天刚正旗呢 蓝小步看着萎靡不堪的古须问道 你杀了我吧 古须无力的说道 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 蓝小步也不会放过他的 蓝小步懒的再问 伸手点在古须的眉心之上 神念肆无忌惮的开始搜寻古须的尸海 恐怖的痛楚传来 古须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这可真够狠的啊 直接就搜魂了 最可怕的是对方还不会搜魂 神念将了他的原神意识搅得乱七八糟 这种彼死都恐怖千百倍的痛苦 他实在是忍受不下去 助手 助手 鼓须淒厉的惨叫着 你说什么我都回答 我愿意回答 天刚正旗是欲 可惜的是 蓝小步现在一心搜魂 他的惨叫蓝小步是根本没有在意 一边的直针鹅看的手脚都在颤抖 他有些怀疑蓝小步将他留在这里搜魂 这是杀鸡给猴看啊 不管是不是做给他看的 他都发誓 永生不要和眼前这个人作对 半个时辰后 蓝小步停下了搜魂 他有些愣神 这搜的都是什么玩意啊 眼前这个家伙似乎除了夺赦就是夺赦 最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什么宗门的宗主 被暗算后 夺赦一名先王活了下来 结果觉得先王资质不行 然后又夺赦了一名资质更高的修士 这还不算 他觉得夺赦的对象修为太低 想要提升需要漫长的时间 然后他又夺赦 按照道理说修士夺赦是有次数限制的 一般情况下都只能夺赦一次 第二次夺赦的时候 基本上就等于费了一半 这个古须还真是一个天才 他天生散魂 这种人最适合夺赦 加上他自创的一些夺赦功法 似乎他可以随意的夺赦下去 至于天刚正奇的消息 他竟然没有查到 蓝小步丢了一枚丹药送入古须的口中 等古须恢复了一些后 他才问道天刚正奇到底在哪里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有如何进出摩旋侠谷 也一并说出来 什么天刚正奇 什么摩旋侠谷 古须愣愣的问道 蓝小步大怒 不过随即他就冷静下来 古须不至于如此白痴吧 古须是从摩旋侠谷来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算古须对天刚正奇装傻 也不至于说什么摩旋侠谷 莫非刚才他搜魂 将古须的脑子弄坏了 一边的执政阿说道 刚才你搜魂的时候 他就说了天刚正奇是欲 这几个字 后来就变得精神恍惚起来 也没有说出什么 蓝小步皱眉 很显然古须说到欲后 似乎被外力干扰了意识 然后强行抹去了天刚正奇这一段 不但天刚正奇的记忆被抹去了 就连如何进出摩旋侠谷也被抹去了 看样子不是他搜魂造成的 他搜魂造成的问题 不可能如此准确的抹去某些信息 一时被别人意念强行干涉 这蓝小步是相信的 当初他在摩旋侠谷的时候 思维就被气韵阵盘中的那个家伙干扰 最后他还是丢弃了气韵阵盘 然后重新炼化了一次宇宙为魔 这才侥幸逃了一命 莫不是谷须背后的那个家伙 为了保密 在谷须的意念中下了念记 一旦谷须泄露天刚正奇或者是别的重要事情 这些念记就会爆发 将谷须的记忆和思维抹去 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蓝小步想到这里 对执真阿说道 将你叫到这里来 第一件事就是对峙天刚正奇的事情 现在天刚正奇我自己去寻找 还有第二件事 执真阿赶紧恭敬说道 吴雨王景吩咐 只要是我执真阿知道的 我必定不会有半点隐瞒 蓝小步说道 当年我横渡虚空峡谷的事 在斜角虚空站看见了一株虚空魂姑 也就是斜角虚空姑 那虚空魂姑中有摩旋行道 仙城城主柳明的气息 柳明这个人我很熟悉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 说吧 你执家在害柳明的过程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可柳明一起出事的 还有藤吉楼和习圣影 蓝小步特意不点出 这两个人的名字 就想要知道 执真阿老实不老实 柳明的思肯定和执家有关系 他已经在执胡身上确定过 果然执真阿在听到柳明这个名字后 沉默下来 不过很快他就清醒过来 对蓝小步说道 柳明允落的确是和我执家有一些间接关系 我执家有一个先祖教之兽 他也是在虚空邪角站被人剥离了生魂 他和别人不同的是 剥离他生魂的人觉得他还有些用处 所以就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并且执默给出一些邪角虚空姑给我执家 蓝小步疑惑问道 既然如此 你执家怎么没有出几个先帝 虚空魂姑可是能找造就先帝的东西 执家有虚空魂姑 怎么能不出先帝 执真阿看到 事情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所有的斜角虚空姑都是人为培育起来的 可以说每一株斜角虚空姑 其中都有一个先帝生魂 任何借助斜角虚空姑进及先帝的人 最后都会被种植斜角虚空姑的人所控制 我执家有一个直兽 他清楚斜角虚空姑有多可怕 虽然他被别人控制 却也传回来了消息 让我们执家的人不要借助斜角虚空姑进及先帝 哪怕终生无法跨入先帝 也不要借助斜角虚空姑 这么说柳明是你执家害的了 蓝小步淡淡问道 执真呃不敢有半点隐瞒 柳明腾吉楼和席圣隐的确是执家人隐去给人化生魂 种植斜角虚空姑的 因为现在斜角虚空姑的培育越来越难 必须要先帝后期才可以 而摩玄先遇没有几个先帝后期 我执家为了保住直兽 只能引柳明几人去化生魂 不过据我所知 只有柳明被化了生魂 腾吉楼和席圣隐都逃了 蓝小步淡淡说道 将如何去化生魂便携脚虚空姑的方式和地点给我 等天刚正旗的事情结束后 他就送自己过去 看看谁能化去他蓝小步的生魂 将他蓝小步变成虚空魂姑 是 执真呃赶紧取出一枚预检 将地点和方式全部刻了进去 第474章在回摩玄峡谷之底 蓝小步收起预检 看着执真呃说道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 以后不要去生心仙庭捣乱 否则的话 你再侥幸和留守 也保不住执家 还有 隐先帝去化生魂养虚空邪脚姑的事情也别再做 人在做天在看 今天你执家还剩下几人 明天或者一个都没了 今天我不杀你 除了因为你留守之外 还有当年你去虚空岛求天刚阵阵旗 也算是为魔玄仙玉付出了一些 是 多谢吴语王活命之恩 执真呃听到蓝小步放了他 心里激动不已 赶紧公身失礼 然后小心翼翼的告辞离去 他能活下这一命 实在是不容易 就算是蓝小步不提醒他 他也不会再去做了 因为这件事蓝小步已经过问 再说了 主战这些事情的执家人 几乎被蓝小步杀光 执寿下场如何 也不能让执家所有的后人去填补 执真呃一走 蓝小步将古须再次丢进宇宙为魔 然后祭出轮回锅直奔魔玄峡谷 古须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 这一点价值蓝小步也要将其剥离出来 轮回锅的速度太快 很快就出现在了魔玄峡谷之外 蓝小步犹豫了一下 轮回锅就冲进了魔玄峡谷之中 他知道魔玄峡谷很多飞行法宝是不能用的 不过当初神云仙持的风轮都可以横渡魔玄峡谷 他的轮回锅自然是更能 正如蓝小步预料的一样 轮回锅在魔玄峡谷之中毫无影响 就和寻常虚空中飞行没有两样 就算风轮进入魔玄峡谷 也要加快速度横渡过去 一不下心的话 就有可能被魔玄峡谷吸入 而这种吸力对轮回锅来说 是半点影响都没有 轮回锅这次可不是横渡魔玄峡谷 而是直接冲入魔玄峡谷的底部 哪怕轮回锅的速度已经是降低再降低 蓝小步也是一个时辰左右 就控制轮回锅落在了轮回峡谷底 魔玄峡谷底部死期依然 没有任何生机 和他离开的时候差不多 峡谷底部 蓝小步没有兴趣仔细查看 至少现在没有兴趣 等他将天刚阵气找到后 也许会检查一下 还有那个绝生坛 蓝小步直接来到了新帝村 当初他来这里的时候是重伤 被于错被来的 在这个地方 他抢走了这里吸血鬼的生死锅 并且将生死锅化为了 无与仙界的镇压一界之宝 想想当初和龚允齐逃走时候的惊险 蓝小步反而有些期待 那个吸血鬼 也就是古须的主子会给他什么惊喜 蓝小步的神念扫了一下 这里还活着的先帝似乎只有三四十个人了 只有当初的三分之一 他离开也不过才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发生了什么 怎么一下少了这么多先帝 是你 蓝小步 一个通雾的声音精声叫道 你不是被卷去济县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蓝小步当初被生死锅吸去济县 整个先帝村的人都看见了 又是你啊 蓝小步呵呵一笑 当年于错带他来这里的时候 除了那个虚发揭白的先帝外 进入先帝村第一个看见的先帝就是这人 当初于错担心被欺负 说自己是先帝 这先帝当初是呵呵笑了一声 然后说 这里谁还不是先帝 我觉得济县这种事情不大好 所以就又回来了 蓝小步说道 可见当初他抢走生死锅的事情 古须没有传出来 否则的话 这名先帝不会说他已去济县的话来 听到蓝小步的话 这名先帝惊异不定 却再也不敢多话 被生死锅卷走济县的修饰 还能回到先帝村的 蓝小步是第一个 所以在听到蓝小步的话后 赶紧低头匆匆地进入了先帝村 在先帝村求活 第一要素就是少管闲事 蓝小步 又有一个声音叫了出来 一个身材不高的先帝震惊地盯着蓝小步 蓝小步被生死锅卷走济县 他是亲眼见到的 怎么又看见蓝小步了 原来是你这个矮子啊 刚才我没有看见白亥和董爷 偏生你这个祸害还活着 蓝小步讥讽了一句 眼前很家伙正是柳言金 这家伙和非文泽 白亥董爷 龚允齐几人和他商量一起逃出魔旋峡谷 结果中途除了不知情的龚允齐之外 其余几人都将他当成炮灰 听到蓝小步的讥讽 柳言金是半句话都不敢说 牵不去管蓝小步的阵道 蓝小步的实力也是可以秒掉他的 被困在魔旋峡谷之底 这些家伙其实就和死了没有区别 蓝小步嘟懒得理睬这个柳言金 静止走向先帝村后面的小山包 在他眼里 柳言金是小角色 不值一提 现在他要对付的除了那个吸血鬼之外 还有气韵阵盘里面的那个家伙 看见蓝小步没有理睬自己 反而是走向了先帝村后面的季线平台 柳言金赶紧追上去对蓝小步一抱拳说道 蓝道友 之前是我们几个不对 还请蓝道友恕罪 请问一下龚允齐现在好吗 蓝小步停了下来 他看着柳言金淡淡说道 第一公允齐现在很好 修为再有精进 第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同样没有 说完这句话后 蓝小步再懒得理睬柳言金 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穿过了先帝村 柳言金看着的背影 眼珠转动 然后他就发出了数道讯息 一住香后 白亥 董椰和飞文泽就都从外面 积极地赶回了先帝村 感情他们一个都没有事情 只是刚才不在先帝村而已 柳言金 你发出如此讯息是什么意思 白亥第一个问道 柳言金看了口气说道 你们根本就想不到 我刚才看见谁了 告诉你们 我看见蓝小步了 什么 白亥和董椰都是震惊出声 白亥急切地说道 蓝小步不是被记线了吗 柳言金摇摇头 看着平静的飞文泽说道 飞文泽当年猜测得对 蓝小步不是这么容易陨落掉的 之前我们还以为这是废话 现在我才知道 飞文泽说的竟然是事实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 蓝小步不但没有被记线 他还离开过摩旋峡谷 不仅如此 这次进入摩旋峡谷 是他主动进来的 他身上的那种气息和气势 我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蓝小步应该掌握了 如何进出摩旋峡谷的秘密 既然面面相去 都想到了一个问题 蓝小步这次进来 肯定不是无缘无误 他不会是来寻找谷须麻烦的吧 董椰惊意不定地问道 白亥陈生说道 很难说 当初我假装不懂正道 进入他的阵法中后 我以为自己在伪装 结果我发现真正伪装的是蓝小步 此人早已看透我精通正道 甚至正道水平还不低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如果不是此人手下留情 我们一个都没有命在 所以说 既然他敢来这里 我相信就有一定的把握 如果我们能再和他合作 说不定 呵呵 非文则呵呵一声 合作 人家如果可以教训古虚 我们拿什么和他合作 众人都沉默下来 对来小步来说 他们毫无价值 蓝小步再次站在了这个 篱把墙外面 古虚不在 篱把墙被封印住 篱把墙里面的那个小土包 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滑稽 上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那褐色的土包周围 还长满了青草 预示着这个地方生机很足 今天蓝小步再次来这里 青草早已消失不见 除了褐色的土包 路眼都只有灰褐色 蓝小步没有急着打开封印 他开始布置虚空阵纹 他可以轻松干掉半神镜 却不代表他可以干掉 古虚背后的这尊大人物 一道道虚空阵纹被蓝小步 布置完毕 他这才打开篱笆墙的静置 没有了沟楼被古虚 这个地方似乎显得有些死寂 蓝小步抬手就将古虚丢了出来 古虚 你看看能不能想起一些什么 如果想不起什么东西的话 那我就懒得继续带着你了 神魂俱灭 也许才是你最终的归宿 看着眼前的褐色土包 古虚的眼里闪过一丝恐惧 随即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般 急切说道 是欲 刚刚说了两个字 古虚嘴角就溢出一丝乌黑的血迹 整个人就好像解脱了一般 慢慢地倒在地上 最后身体也在缓缓消失 犹如水字渗透到了低底深处一般 下一刻蓝小步同样感受到一股冰寒的气息渗透全身 他的意识似乎要被冰冻住一般 那是一种生机灭绝的气息 蓝小步动都没有动 一道火焰直接覆盖了自己的整个身体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否则的话 古虚早已没有利用价值 一声沉稳的哼声传来 蓝小步却知道自己成功了 刚才他借助复古火焰覆盖身体 在偷袭了对付他的那一道魂念之后 复古火焰成功在对方身上留下了一点印记 这一刻就算是对付在炼化掉复古火焰的印记 他也找到了对方的所在位置 找到了位置 他就不相信自己干不掉一个连魔旋峡谷都无法离开的吸血鬼 复古果然是好东西 第475章我们可以连个手 复古火焰的气息在迅速消失 蓝小步知道对方在剥离复古火焰 蓝小步半点都不担心 他跟着就是一道神魂刺过去 他的修为是先帝 但比起神念和正道 他的修为是最低的 加上蓝小步早已将先元转化为神元 这种神魂刺过去 就算是真正的神人也不一定能承受住 更何况被困在魔旋峡谷低 哪怕曾经是在墙 现在也不可能强到什么地方去 否则的话 你能被困住 神魂刺和复古火焰中的念记形成呼应 直接轰了一个正着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那褐色的土包突然分来 蓝小步有些皱眉 虽然他知道神魂刺能暗算到对方 只是对方这实力似乎比当初要下降很多啊 随即蓝小步就惊异的发现 在那分开的褐色土包之下 一条灰色的通道直接延伸下去 蓝小步暗自震惊 这褐色的土包上他做过 这褐色土包他也用神念扫过很多次 都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没想到这下面是一个阶梯 由此可见 这褐色土包下的阵法比他的阵道认知还要高 如果这阵法是下面吸血鬼布置的 那这家伙的阵道远远强于他 要不要下去 蓝小步只是犹豫了一下 就将这犹豫抛开 毫不犹豫的踏上了这阶梯 对方的阵道也许是很强 但绝对不是现在 如果现在对方阵道还如此强的话 在自己刚来的时候就不会偷偷摸摸 而是光明正大的借助大阵锁住他 不过蓝小步也知道 就算对方现在因为修为的问题 无法借助大阵对付他 他同样也无法借助什么虚空困杀大阵对付这家伙了 你用阵法对付一个阵法水平比你还强的 岂不是班门弄斧 而且就算是他不下去 这家伙也能上来 对方当年可以追杀他 他是体验过的 当初和龚允齐逃走的时候 差一点就被这家伙追上了 还有一点让蓝小步有恃无恐的是 他有复古火焰 这种东西对付没有肉身的修饰 最是有效 架势做得很足 蓝小步还以为这家伙在下方有一个多大的豪华宫殿 让他无语的是 等他走下阶梯后 看见的只是一个方圆最多30个平方 高只有2米的土窝 这个地方用土窝形容的确合适 因为这真的是在地下挖了一个洞穴 土窝中间坐着一名头发乱糟糟的男子 男子身下是一块麻布遮着 不知道是不是有双腿 男子的脸很苍白 瘦骨灵循 眼睛深深的陷下去 蓝小步神念扫了一下 立即就感受到这家伙斑驳的气息 简然这斑驳的气息是常年吸血 还有吞噬各种心地的修为肉身道则造成的 就这 蓝小步带着十足的谨慎下来 甚至将对方想成了一个比彩伤还要牛皮几倍的神人 没想到见面后 却是如此一个落魄的家伙 虽然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 蓝小步周身的复古火焰却并没后被收走 你修为进步很大 当年来这里疗伤的时候 你最多只有先王境界 而现在你却已经是一个先帝 这寿古男子瞪大两个眼眶盯着蓝小步 群长先帝看不出来蓝小步的修为 这家伙却可以看出来 蓝小步叹了口气 可你却让我失望得很啊 我满怀期待的过来 却看见一个皮包骨头 唯一让我意外的是 你还有一个垃圾肉身 倒也不是残魂狗言残喘 你说你好好的在这里残喘不好吗 为什么要惹你不言呢 这古男子淡淡说道 如果我不让你走 你来了后 也是走不到 如果你将生死锅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次 随着这男子的话音落下 蓝小步感受到自己周围的空间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他呼的转身 身后哪里还有那一个阶梯 蓝小步没有惊慌 他的神念四处搜寻 甚至不断的轰出神魂刺 可这地下的土洞中 除了这个瘦弱男子和他之外 别的什么都没有 蓝小步抓出七阴挤 一挤就轰了下去 低音 一种金铁交明的声音传来 七阴挤就好像轰在了一块最坚硬的钢板之上 将蓝小步反正的元气波动不已 蓝小步没有尝试第二次 只是一次他就明白 自己的确是难以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难以离开 不代表他不能离开 收起七阴挤 蓝小步立即让宇宙为魔构建 这一方空间的维魔结构 再坚硬 也不过是个困阵而已 他自己就是一个超越了先阵地的阵法师 只要宇宙为魔构建出 这一方空间的结构维魔 他就可以离开 不做无意义的事情 我很是欣赏你 介绍一下 我叫扎鱼 你可以叫我鱼 扎鱼的语气就和寻常聊天一般 没有半点波动 蓝小步点点头 人渣的渣这个心已经很少了 你的确不烦 居然姓渣 扎鱼根本就没有指出蓝小步说错了他的信 继续说道 来这个地方后 除非你的阵道超越了先阵地 已经是一个神阵师 否则的话 这一辈子只能留在这个地方 我不打算杀你 不过为了活命 你需要帮我去做一些事情 是做当初古虚做的事情 蓝小步问道 扎鱼呵呵一笑 古虚算什么东西 他只是帮我看看门而已 你就不同了 你不单单是帮我看门 还能帮我做别的事情 蓝小步叹道 可惜我不打算帮你做任何事情 你先吃我一起看看 味道如何 几乎是在说话的同时 七阴姐就再次轰了出来 出手就是神通无界 空间神通 扎鱼眼里闪过一丝亚异 却没有半点担心 任何空间神通 在这里施展出来 就是一个笑话 他唯一忌惮的就是蓝小步身上的复古火焰罢了 如果不是复古火焰 一百个蓝小步也被他置住了 紧忙一出来就锁住了整个空间 空间之中紧忙纵横 顺息化为汹涌几掏肚虐了每一寸地方 元气炸裂的声音在这小小的空间持续响起 但无论几芒如何形成汹涌波焰 无论几一如何在这一方小小空间炸裂 就是无法触碰到扎鱼半分 在扎鱼看来 蓝小步此刻应该是要疯狂了 不过蓝小步面色平静 宇宙为魔已构建完成了这个地下空间的所有可疑阵心所在 蓝小步无需明确知道这个阵心到底在什么位置 只要知道这些可疑的阵心位置就可以了 在空间肆虐的几芒波焰乎的分裂开来 换为了数千道沙芒 这数千道沙芒在轰出去后 瞬息减少到了几百道 然后又继续减少到几十道再减少到几道 最后只有一线沙芒停留了下来 原本消失的扎鱼出现了 而那一线沙芒正是七阴极 七阴极此刻旨在了扎鱼的眉心 死亡的气息笼罩住了土洞空间中的扎鱼 扎鱼本来就苍白的脸色更是苍白了 淡淡的死亡气息在这地下的空间扩散出去 和外面的死气似乎要形成呼应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一会后 扎鱼这才吸了口气 缓缓问道 现在是我问你的时候 蓝小布竟然收起了七阴极 如果没有宇宙为魔 他还真无法披开扎鱼所在的这个空间阵 只要无法破开这个空间阵 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扎鱼眼里的肉 有了宇宙为魔 哪怕扎鱼再次改变这个空间阵 只要阵道没有超出他蓝小布理解的范围 他还是能借助宇宙为魔构建出来 这就是空间小的好处了 如果是巨大的空间 宇宙为魔就算是可以构建出这个空间阵的阵心可能位置 也不会是如此短的时间 在这种地方 时间每多一息 就会多出一丝变故来 你问吧 似乎知道自己无法奈何蓝小布 扎鱼叹了口气说道 蓝小布却感受到周围的死气在不断波动 他冷笑一声道 如果你再不收起那些小动作 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你应该知道 我松魂本事一般般 说话的时候 复古火焰已裹住了扎鱼 扎鱼很是无奈 蓝小布是他遇见过的对手中 最难对付的几个之一 如果不是修为低了一点 他怕是更不够看 曾经他还能不借助任何手段 就可以干掉蓝小布 而今天 他手段齐出 也无法奈何蓝小布 也许这就是区别 我要问你的事情很多 不过在这之前 先将天罡阵齐拿出来 蓝小布说道 这是他的主要目的 扎鱼说道 如果天罡阵齐还在我这里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 因为我已经无法奈何你 如你这种对手 我也不想得罪 我说天罡阵齐 我一拿来被人抢走了 也许你不相信 事实就是这样 不但是天罡阵齐 就是当初的生死锅 如果不是你拿走的话 也会被这人抢走 蓝小布点点头 我倒是相信你的话 因为我还知道 抢走天罡阵齐的人 也在这摩旋峡谷之中 你知道他 扎鱼惊异不已的看着蓝小布 说心里话 自从蓝小布来了 再离去后 他扎鱼过的就不算是人的日子 当初在这里一言九鼎 任何话都可以直接交代 古须去完成 而现在 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有一个气韵阵盘 当然 那个气韵阵盘本来是我的 被他抢走了 今天我来 也是要找他算账的 既然他也欺负你 那正好 我们可以连个手 蓝小布说到 第476章让扎鱼颤抖的基韵 眼前这个扎鱼倒也罢了 但气韵阵盘里面的家伙 蓝小布是真的忌惮 当初他离开的时候 可是将气韵阵盘封印在地底 不仅如此 他还布置了各种九级晋升仙阵 就算这样 依然没有禁锢住这个气韵阵盘里面的强者 这家伙出来后 还压制了吸血鬼扎鱼 不要说现在还有一枚天钢阵棋在对方手中 就算没有这枚天钢阵棋 蓝小布也不打算放过这家伙 在蓝小布看来 这是他最后获得气韵阵盘的机会 做过了这次机会 以后他也别想再得到气韵阵盘了 你要和我联手对付机运行者 扎鱼诧异的看着蓝小布 这次轮到蓝小布疑惑了 扎鱼 你认识气韵阵盘里的那个家伙 扎鱼恢复了平静 淡淡说道 我不会和你联手的 你要杀就杀 不过我要告诉你 哪怕你在碾压我 你杀了我 我也有机会带着记忆轮回去 不信你试试看 这次轮到蓝小布惊异了 吸血鬼 你马上小命都没有了 还不敢和我一起对付扎鱼 扎鱼冷冷说道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机运 此人是神界实地之下无人敢惹的存在 不要说别人 就算是实地 也没有谁愿意轻易招惹机运 而气韵阵盘就是机运的看家法宝 你说气韵阵盘是你的 这简直让我笑掉大牙 你知道这么清楚 莫非也是来自神界 蓝小布半点尴尬都没有 继续问道 你说呢 扎鱼呵呵一笑 如果我不是来自神界 我会有生死锅 我会在这里生存到现在 这里可是死气纵横之地 不是神界来的 谁有资格在这里布置神阵 还有 生死锅的来历很不一般 我建议你还给我 否则将来到了神界 那不是你能用的东西 果然是如此 蓝小布却并不在意 他抬手打出数十道尽之后说道 吸血鬼 生死锅的事情就别谈了 再谈我会忍不住现在灭掉你 你想想看 当初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才是一个先王初期 我先王初期就可以在这里对付你 并且从容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我修为比当初何止提升了百倍 那机运行者难道比你要强百倍 蓝小布这是歪理 他的意思是当初连现在的1%实力都没有 也可以对付扎鱼 机运在先界再强 也不至于比扎鱼强百倍吧 所以现在他实力增强了百倍 再来对付一样失去修为的机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让蓝小布完全不解的是 扎鱼几乎连考虑都没有 就直接说道 你还真说对了 机运就是比我要强大百倍 这次连蓝小布也不知道 如何说服这家伙和他联手了 这家伙对机运的惧怕 几乎到了骨髓里面 过了好一会 蓝小布才无奈地说道 如果我能拿出一个 切实可行的办法呢 你要知道 当初机运可是在我的世界中 被我抛弃出来的 如果机运真的如此可怕 我当初一个先王可以抛弃他 甚至将他封印在地下深处 我想你对机运的害怕 恐怕还是之前先入为主 以为这家伙太牛了一些 不敢反抗他而已 一个修士 还修炼到了神境 居然无法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 没有了强者的心 你这种废物就算是轮回了又如何 还不是炮灰一个 活着也是浪费灵气罢了 蓝小布这段话倒是让扎鱼沉默下来 见扎鱼开始沉默 蓝小布及时再加了一句道 再说了 就算我们不是机运行者的对手 你依然可以选择轮回 最多是我蓝小布被他教训罢了 和你也毫无关系 扎鱼叹了口气 蓝道友 你很强 并且进步很快 出声牛毒不怕虎 有一种冲劲 曾经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害怕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一旦我们失败 我将再也无法轮回 你以为那机运行者的手段 只是杀了你我吗 你太年轻了 蓝小布冷笑 年轻不年轻是我的事情 你就说答应不答应吧 不答应 我现在就灭掉你 免得碍眼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我灭掉你 你一样无法轮回 不信你走着瞧 扎鱼打了个哆嗦 前有狼后有虎 他扎鱼怎么这么命苦啊 当年他好歹也是养着一百多个先帝 在这生机尽绝的地方倒也可以惨喘 怎么现在他活得如此凄惨 法宝生死锅被人抢走了 洞服也被人抢走了 呵呵 连养的血石也被人时不时地弄走几个 这还要不要他扎鱼活了 我懒得和你消耗时间了 见扎鱼顽固不灵 蓝小布的确是不想在这家伙身上耗费时间 一个吸血鬼而已 他本来就是要杀的 等等 感受到蓝小布的杀意 扎鱼赶紧阻止道 蓝道友 你刚才说有一个可行的办法 你可以说出来听听 我想了一下 终究是一个死字 如此还不如和你合作一下 就算是死了 也算是对付过机运行者 蓝小布略意沉吟就说道 你等等我 这个办法我需要准备一二 而且我相信肯定可以起作用 好 扎鱼同意了蓝小布的要求 还有什么比现在更艰难的处境吗 你留在这里不要走 我要出去准备 蓝小布说道 你去吧 我不会走 反正也走不掉 再说也没有地方可去 扎鱼叹道 他知道这个地方对蓝小布来说来去自如 他干脆的打开了后面的台阶通道 蓝小布没有废话 冲出去后就寄出了轮回锅离开摩旋峡谷 本来蓝小布对气运阵盘中的家伙 虽然忌惮 还没有到谨慎的程度 毕竟当初他才先王修为 就能将气运阵盘封印住 而现在他已是先帝了 扎鱼的话让他提升了警惕心 蓝小布知道谨慎一点总不是坏事 他可以在一百多年就提升到先帝境 谁知道那激运行者是不是也提升了许多 而且人家实力本来就很恐怖 根本就无需提升 只要恢复部分实力就可以了 假设那激运行者的实力恢复到很强的层次 甚至可以秒掉他蓝小布 那他什么准备都没有 过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对付激运行者这种强者 寻常手段肯定没有用处 他会的也许人家都会 就是不会怕也是暗算不到对方 只有在出其不意的时候 困住对方也许才可以 出其不意的困住对方只能用阵法 他蓝小布的阵法也算是可以了 甚至可以布置出超越九级先阵的虚空困沙大阵 蓝小布心里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以为自己布置的虚空困沙大阵 可以锁住机运行者 那明年就是他的纪念 让扎鱼布置困沙神阵 呵呵 那结果和他自己布置困沙大阵 没有半点区别 扎鱼的阵道也许比他强 不过眼下肯定是不如他了 蓝小布想到了天刚阵盘 只有天刚阵盘才能困住这个家伙 但这也有前提条件 要让这家伙进入天刚阵盘中才行 如果天刚阵盘所有的阵棋 都在蓝小布手中 那蓝小布反而不敢这样做 但天刚阵盘偏偏偏有一枚阵棋 在机运行者手中 只要他激发了天刚阵盘 那三十六枚阵棋同时启动 机运行者将会自动被天刚阵盘禁锢住 所以蓝小布现在第一要做的 就是拿回天刚阵盘的阵机 天刚阵盘的阵机被他留在了 虚空找尼河的河底 是准备应付神界亮节转移大阵后手的 不过三十六枚阵棋不齐 他将天刚阵盘留在那里也毫无意义 天刚阵盘是蓝小布炼化的 其中也有蓝小布留下来的传送阵文 但蓝小布不敢在魔旋峡谷底收回天刚阵盘 机运行者本来就有一枚天刚阵棋 如果他在魔旋峡谷底收回天刚阵盘 有极大可能会被机运行者察觉 蓝小布控制轮回锅再次来到了魔旋南域的神云仙池 他打算在这里布阵召回天刚阵盘 神云仙池的残破景象让蓝小布感慨不已 当年可是魔旋南域巨无霸一般的存在 被他和龚允齐灭掉了后 神云仙池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 成了今天的落魄模样 因为当初他在魔旋南域下的禁令 再也不存在什么野修 所以现在魔旋南域也有很多散修 残破的神云仙池范围 就有许多散修在四处寻找修炼资源 蓝小布来到了神云仙池的仙池所在 布置下了召唤传送大阵 这个地方当初被他封印过 后来专义夫妇应该来修炼过一段时间 专义夫妇离开后 这里依然是处于封印状态 在蓝小布想来 在神云仙池这种地方布置传送大阵召唤回天刚阵盘 那机遇行者再强 也是感受不到的 召唤传送大阵被蓝小布布置起来 十几条上品仙灵脉作灵源 蓝小布激发大阵后 空间立即开始布稳起来 从虚空找尼河到魔旋仙域的神云仙池 这也算是超远距离的虚空传送 这要经过各种虚空中的空间规则变化 这种空间变化 哪怕是在魔旋仙域这种稳定的界域 也会有波及 第477章神云印 剧烈的空间波动之后 天刚阵盘滑破虚空 落在了大阵中 尖蓝小布的手中 将天刚阵盘收起 蓝小布很是满意 可以去魔旋峡谷底 和那个什么机遇行者聊聊了 他就不相信机遇行者现在的实力 能聊得过天刚阵盘 要知道天刚阵盘 本来可是抵挡亮节的东西 蓝小布还没有寄出轮回锅 神念就扫到了一个熟人 冯淑婷 当初他和专义留在了魔旋南域 蓝小布还指点他们来这个地方修炼过 现在冯淑婷已是先王中期实力 可见神云仙池中的东西 让两人修为进步不小 只是冯淑婷现在状态看起来很是不好 整个人非常憔悴 而且似乎还在躲藏着什么 蓝小布索性落在了冯淑婷面前 冯道友 好久不见 怎么没看见专义道友 你是蓝前辈 本来冯淑婷看见来人后 心里已经下意识的就要疯狂后退 不过随即他就认出来了 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蓝小布 蓝小布笑了笑 是我啊 冯淑婷确认了眼前的人是蓝小布后 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求前辈救救专义 蓝小布守一带 冯淑婷就再也无法跪下 专义道友怎么了 蓝小布有些疑惑的问道 按照道理说专义不会有事情去猜对 专义和冯淑婷在摩旋南域 除了四弟公之外 蓝小布实在是想不起来 谁还能对他们动手 当年他在摩旋南域闹得动静何其大 连神云仙池都被他灭掉了 而四弟公的四弟主动前来拜访他 如果这还不能震慑住四弟的话 那在混沌秘境外面的虚空岛 去过的四弟应该知道他蓝小布可以轻松杀掉他们 难道对冯淑婷和专义动手的不是四弟公 冯淑婷红着眼睛说道 是心无缘 他求尽了专义 还真是四弟公 蓝小布皱眉 可冯淑婷明显不像是说假话 亲无缘吃了什么东西 胆子变得这么大 是算准了他蓝小布不会再来摩旋南域 所以敢欺负专义和冯淑婷了吗 就是算准了他蓝小布不会过来 心无缘也不至于如此无脑 要去得罪专义和冯淑婷吧 难道他不知道专义和冯淑婷是他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当初见面的时候 专义和冯淑婷就坐在他身边 既然知道还敢囚禁专义 那必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就连到了先帝都懂一个道理 那就是宇宙虽然很浩瀚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很小 因为修为到了一定的层次后 大家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说吧 具体是什么事情 蓝小布说道 冯淑婷冷静下来 他知道 救回专义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 如果蓝小布不出手的话 专义就没救了 他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道 当初前辈恩赐 我和专义来到神云仙池修炼 在神云仙池我们获得了很多宝物 修为是一日千里 专义在短短百年时间 就跨入了先尊之境 而我也是跨入了先王之境 我们离开后 摩玄蓝玉就传出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神云印落在了我们手中 神云印 蓝小布心里很是疑惑 冯淑婷点点头 是的 神云印是神云仙池的震宗门三宝之一 听说排名还是最高的一个 震宗三宝 莫非另外两件就是霓光神盘和风鸾 在传出神云印的事情后 我们倒也没事 反而是传出神云印几十年后 我们才被人盯上 数年前 专义被人抓走 他在被抓走的前一息给我传了讯息 他告诉我 只要我不出面 不拿出神云印 他就不会有事 一旦我拿出了神云印 或者是出面了 我们都没有命在 这么说神云印真的有 还在你的身上 蓝小布问道 冯淑婷恭敬地拿出了一个玉盒 将玉盒递给蓝小布 是的 这就是神云印 我无处可逃 只能躲在神云仙池 第一我躲在这里 也没有人想到 第二我有前辈给我的阵棋 我随时都可以隐匿在神云仙池的大阵之中 这些年来 我的确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 可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还能坚持多久 对冯淑婷来说 他的确是无法坚持下去了 如果可以横渡摩旋峡谷 他早就横渡摩旋峡谷去求蓝小布救命了 能救他和专义的 只有蓝小布 蓝小布接过玉盒打开 里面果然有一方小印 从这小印的气息上 蓝小布就感觉到这方印件不简单 他的神念根本就渗透不进去 寻常的法宝 他神念一扫 就可以轻松练化 而这神云印 他神念都扫不进去 不要说随便练化了 冯淑婷说道 这神云印我和专义本来就打算留给前辈的 不是前辈 我们根本就进不去神云先持 这东西本来就应该属于前辈 而且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宝 这神云印也不是寻常可以练化的 蓝小布收起神云印 拿出一个水晶球录下了一些话 又拿出一个通讯珠递给冯淑婷说道 你拿着这个通讯珠去信地宫寻找新无缘 就将这个递给他 我现在有一些急事 我去办完后 马上就来寻找你 冯淑婷有些愣神地借过水晶球 这就可以了 你放心 这必定可以 清无缘只是以为我不会来这里而已 现在我来了 他除了照做之外 不敢出任何幺蛾子 神云印我先收起来了 留在你们身上算是害了你们 蓝小布肯定地说道 去空岛外面的事情 冯淑婷没有见过 清无缘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蓝小布肯定 只要清无缘不依心求死的话 就不敢不照做 至于逃到虚空之中 蓝小布根本就不拒 这水晶球到了清无缘手中后 就会在清无缘身上留下烙印 哪怕清无缘再会逃 他也能抓到 他必须现在就要去摩悬峡谷底 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每浪费一夕时间 对他来说胜算都低一些 机遇行者似乎找到了什么好的办法 否则的话 这家伙绝对破不开他的九级封印仙阵 这种老家伙 一旦找到了恢复实力的办法 那实力是以稀一个样啊 是 冯淑婷知道 他只能统一 看着蓝小布的轮回锅瞬间消失不见 冯淑婷嘴角有些苦涩 他当初还对专义说过 蓝小布是他建国最光临磊落的强者 神云印给别人 也许人家会灭口 但是给蓝小布绝对不会有问题 他将神云印给了蓝小布 的确没有灭他的口 但蓝小布也没有和他一起去救专义 说心里话 这一个水晶球就会让心无缘放专义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当初四弟公四名大帝见蓝小布的时候 他和专义也在 四弟对蓝小布的确是非常忌惮 可应该也没有到这种一个水晶球就让心无缘害怕的放弃神云印 然后放低姿态放人的地步 神云印的等级他们不清楚 不过传闻这是神器 甚至还有人说神云印比神器还要厉害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神云印对一个修士来说 那意味着什么 冯舒婷还是有些知道的 蓝小布录制水晶球的时候虽然打了隔音进制 但他可是在一边看着的 蓝小布表情很严厉 甚至带着杀气 这种方式真的能压制住姓地公的大地心无缘 无论是不是压制得住 对冯舒婷来说 他都必须要过去一趟 当初神云仙池还在的时候 四地公抱团对付神云仙池 倒也相安无事 神云仙池被灭掉后 四地公只是在前往虚空岛混沌秘境的时候联手了一次 后面就再也没有联手过 姓地公的心无缘 最近心情可不算太好 第一原因自然是从摩旋仙池传来一个讯息 天罡阵旗丢了 这件事对摩旋仙池任何修士来说 都是一个恶号 按照道理说 摩旋仙池得到天罡阵旗后 应该保存在四地公 因为四地公的实力要比摩旋仙池那四大仙庭要强 因为蓝小布和四大仙庭的关系 比和他四地公的关系要好 这阵旗只能放在摩旋仙池四大仙庭这边 而且还要放在四大仙庭中实力最差的生兴仙庭 没办法啊 谁让蓝小布是从生兴仙庭出来的呢 在天罡阵旗丢掉后 四地公的四大地都开始寻找出路了 一旦亮节到来 总不能留在摩旋仙域等死吧 清无缘自然也是在寻找出路 摩旋仙域是不能留了 他必须要跑路 不过在跑路之前 他要将神云印弄到手 多年前就传出专益和冯淑亭得到了神云仙池的神云印 只是因为专益和冯淑亭是蓝小布罩着的人 所以四地公都装着不知道 四地公的人都不敢抢夺神云印 别的人自然是更不敢抢夺 所以哪怕神云印传出被专益和冯淑亭得到 四地公并没有去抢夺 现在不同了 摩旋仙域的天罡阵旗丢掉了 迟早仙域都会灭掉 这个时候还忌惮什么蓝小布 不但是心无缘 就算是其余几个也都在偷偷寻找专益和冯淑亭 只是心无缘更早一步将专益抓到 然后囚禁起来 等冯淑亭将神云印上门而已 第478章 我的脾气你见过 专益和冯淑亭也不是傻子 他们很清楚 神云印不拿出来还可以活着 一旦拿出来了 那可能真的只能等死 这些年来四地公都在寻找冯淑亭 却没有一点点消息 可今天心无缘却得到了消息 说冯淑亭来信地公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无缘几乎是一跃而起 他知道神云印到手了 只要神云印到手 他立即就远走虚空 再也不会回到摩旋仙域 冯淑亭去信地公了 这个消息不但是心无缘得到了 四地公其余三地一样得到了 如果不是魔旋仙域无法挡住亮节 就算是神云印出现 也没有人愿意趟这个浑水寄予神云印 现在所有的人都想着要离开魔旋仙域 神云印自然是保命利器 在浩瀚虚空之中 如果拥有一个大杀器 那对小命是多亿层保障 蓝小布是可怕 但魔旋仙域都要灭亡了 大家都要逃进虚空 谁管你蓝小布是谁 此刻信地公的宾客大殿中 欣无缘坐在大殿的主位等着冯淑亭 让欣无缘无奈的是 冯淑亭来的不是时候 他正在宴请魔旋南狱一些头头脑脑 因为魔旋仙域的天罡阵旗丢失 四地公作为魔旋南狱最顶级的势力 自然是都在为自己寻找负禄 欣无缘作为信地公的主人 也是积极拉拢一群强者 他是想要赶在亮节到来之前 和一群强者协商一下如何找到一条生路 这其中就包括了新崛起的天月仙垂宗 天月仙垂宗的宗主傅月冷 先帝中期修为 实力却可以秒杀先帝后期 一双定天垂 威势无边 欣无缘囚禁了专义 这是公开的秘密 没有谁不知道的 大家都清楚 欣无缘囚禁专义 就是为了神运印 所以冯淑亭来的时候 欣无缘也无法隐瞒 既然大家都清楚 还不如光棍一些 将这件事公开了说 恭喜信地了 一名先帝站起来主动恭喜了一句 信地真是有先见之名啊 不知道等会可否将神运印拿出来 我们大家都观摩一下 傅月冷没有恭喜 却提出了一个看一下神运印的要求 欣无缘心里冷笑 他知道傅月冷不怕他 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冯淑亭 如果能找到冯淑亭的话 哪怕他在囚禁专义 傅月冷也会提前抓走冯淑亭 看一下神运印倒是没有什么 不过我估计傅门主今天要失望了 无论冯淑亭是怎么想的 他都不会今天带着神运印过来 欣无缘淡淡说道 这是事实 换成任何人 也不会带着神运印过来救人 在欣无缘手中 带着神运印来救人 估计神运印送出去了 人没救回来不说 还会再现进去一个 傅月冷也猜测冯淑亭今天 不会带着神运印过来 他想的是 如何才能将这个印弄到自己手中 冯淑亭前来求见 宾客店外面传来了冯淑亭的声音 很好 你进来吧 欣无缘早已下定决心 无论冯淑亭是不是带了神运印过来 冯淑亭今天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面容憔悴的冯淑亭走了进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最上手的欣无缘 还有一些人他也认识 其中就包括了摩玄南欲最炙手可热的傅月冷 东西带来了吗 欣无缘淡淡的问道 冯淑亭平静的看着欣无缘 东西我带来了 我想要见一下专益 他心里已是下定决心 如果不能就出专益 还不如和专益一起陨在这里 再出去 不过是活受罪罢了 况且 今天他还不一定能出去 好 将专益带来 欣无缘吩咐了一声 冯淑亭就这样站在大殿中间 既没有拿出神云印 也没有说任何话 也许是因为这里人比较多 欣无缘道也没有逼迫冯淑亭 无论如何 这里是他的地盘 没有过多久 专益就被人带了上来 专益一样是很憔悴 不过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没有受到多少折磨 舒婷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专益看见冯舒婷后 心里已经 随即暗叹一声 冯舒婷出现 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冯舒婷和心无缘都还没有说话 一个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 希望我来得不晚 可以看一下顶级法宝的模样 随着声音落下 七地宫的七青生已经出现在宾客大殿门口 几乎是在七青生后面 顾身和寻觐予也纷纷大笑着进来 清无缘很是无奈 当初为了对付神云仙池 四地宫同气连之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为了增加大家互相协作的机会 四地宫分别都布置了传颂阵 任何一个大地到另外一个大地的功夫所在 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很显然 冯舒婷来到姓地宫 其余三地也都得到了消息 不过心无缘倒也不在意 他肯定冯舒婷今天不会带神云印过来 只要将冯舒婷留下来 神云印就是他的 几位来得正好 赶紧请坐 清无缘站了起来 笑盈盈的招呼道 现在神云仙池灭掉了 四地宫的和谐早已消失不见 但表面上的客气还是要有的 三名大地都是没有客气 一一就坐 此刻宾客大殿中还站在的人 只有专义和冯舒婷两人 将东西拿出来吧 我看一下 尽管心无缘知道冯舒婷 不可能现在带来神云印 他还是装模作样的说了一句 专义知道必死 索性说道 姓地 当初蓝小步前辈说了 他会来看我们的 如果我们有事 我肯定蓝前辈会知道 哈哈 姓无缘哈哈一笑 扫了一眼专义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敢 我说的是事实 专义平静达到 冯舒婷主动上前一步 拿出一个水晶球说道 这是我带来的东西 姓地请看吧 姓无缘一张手 水晶球就被他抓在手中 几乎是水晶球被他抓在手中的同时 他就感觉到头皮一阵发麻 不好 这是暗算 不过姓无缘很快就知道这不是暗算 因为水晶球已被自动激发了 蓝小步的身形出现在虚空之中 姓无缘 胆子很大啊 感动我的朋友 你是想要神云印吗 没错 神云印在我这里 我现在有些事情 一时间来不了 等我将事情忙好了 我会来看望你的 顺便帮你带来神云印 还有一件事 如果我来的时候 你的四肢还是完整无缺的 那我的脾气你是见过的 话音消失 淡淡的杀气已经在这宾客大殿环绕不息 宾客大殿安静下来 这一刻空间都是窒息的 激青生 顾身和寻规与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巴掌 没事来这里做什么 神云印这么好拿吗 他们清晰地看见虚空中 蓝小步影像在说话的时候 目光扫了一下他们几个 冯淑婷脑子嗡了一下 如果早知道水晶球是这种内容 他绝对不会过来的 蓝小步的留言没有提半个字放人 反而让心无缘去掉自己的一只手 或者是一只脚 吴语王 这件事有误会 心无缘脸色苍白 他很想现在就离开魔旋仙玉 可他不敢 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上被做了印记 是在他拿到水晶球的那一刻 就做了印记 哪怕他逃亡天涯海角 也无法逃出蓝小步的追杀 蓝小步的可怕 他太清楚了 当初他就去过虚空岛 虚空岛被蓝小步杀掉的先帝还少吗 不要说虚空岛 离开虚空岛后 违心仙玉的仙庭王败勋是怎么死的 这些被蓝小步干掉的先帝 有几个不能轻松干掉他心无缘 神云印没有得到 却惹了一身骚 如果现在得到了神云印 他索性疯狂一次 逃进虚空好了 不管是不是逃得掉 至少是有机会的 可惜神云印在蓝小步手中 亲无缘后悔无比 可惜现在没有后悔要 尽管心无缘说这是误会 不过虚空中蓝小步的影像是动都没有动 亲无缘知道 这影像带有蓝小步的一丝念迹 绝对可以感知到他的意思 既然蓝小步的影像没有动 那就是对他说的话根本就当成了空气 傅月冷看见心无缘的表情 心里冷笑 蓝小步的名头他听说过 四弟公的四弟惧怕蓝小步 他才不惧 蓝小步再强 能强过半神境 就算蓝小步是半神境吧 能杀掉他傅月冷吗 至于震道 呵呵 他有的是办法避开 不过现在神云印不在冯淑婷身上 他懒得动手 如果神云印在冯淑婷身上 他现在就带走冯淑婷和专艺了 等他见到蓝小步的时候 他会当面让蓝小步将东西交出来 四弟公 呵呵 真是好大的名头 在他傅月冷眼里 四弟公的四大地联手起来 也就这样罢了 只是没有利益冲突 他懒得动手 表面上今天他来信地公是受到了心无缘的向腰 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打听神云印而来 宾客店的空间气息越来越压抑 心无缘终于很下心来 抬手一道掌风将他的一条胳膊给积了下来 下一刻仙元一角 他这条胳膊消失得无影无踪 蓝前辈 心无缘做完这些刚刚说了三个字 就发现虚空中影像早已消失不见 压抑的空间恢复了正常 心无缘虚了口气 第479章都有大气韵 亲无缘取出一枚戒指来到专艺身边 将戒指递给专艺说道 专艺道友 这件事是我被宝物蒙蔽了心智 这里面除了你的东西之外 还有一些是我补偿给你的 还请收下 冯淑婷完全愣住了 他没想到这个水晶球还真的有用 不但有用 心无缘竟然真的废掉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 看着只有一条胳膊的心无缘 拖着戒指站在专艺和他面前 冯淑婷感觉自己有一种不真实 蓝小布已经回到了摩旋峡底部的先帝村 这次他没有从村口进入 而是直接来到了先帝村的后面的褐色土包 似乎知道蓝小布来了 褐色土包自动打开 蓝小布再次来到了扎鱼的这个地下洞穴 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看见蓝小布进来 扎鱼疑惑的问了一句 没错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出手 蓝小布见里面板凳都没有一个 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拿出一个椅子坐了下来 吸血鬼 算了我们马上都是盟友了 我还是叫你名字吧 扎扎啊你混得也够惨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这里的扛靶子 结果却住一个土洞 土洞也就算了 客人来了还要自带椅子 蓝小布忍不住打击了扎鱼一句 扎鱼无奈的看着蓝小布 蓝小布你还是叫我吸血鬼吧 这个名字我更容易接受一些 至于我的住处 你以为我会住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住的地方被鸡运抢走了而已 哎我的东西只要稍微好一点都有人抢 没事扎扎我保证一会帮你抢回来 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动手 在商量之前你先告诉我那个机翼运住在什么位置 蓝小布上去拍了一下扎鱼的肩膀 对扎鱼让他叫吸血鬼的话好像没听到一般 在蓝小布看来扎鱼就是一个人渣 先帝村的先帝都是扎鱼的口粮 这不是人渣是什么 就是他蓝小布也差点成了这家伙的口粮 明明看见蓝小布的手拍过来 扎鱼就是无法躲开 他索性不再去防备蓝小布 既然防备不了还防备什么 你说吧我拼死帮你这一把 扎鱼声无可恋的说道 蓝小布立即纠正道 扎扎你这话说错了 不是帮我一把 你是自己帮自己 确切的说是我帮你 我可以随时离开这里 刚才你也看见了 而你就不同 没有我的帮助 你只能死在继韵手中 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一旦发生一些什么意外 恐怕你连死都困难 扎鱼打了个机灵 他最担心的就是连死都死不掉 你说我竭尽全力 我原来的洞府在绝生坛 现在继韵就住在绝生坛 扎鱼正做了一些绝生坛 蓝小布惊异不已 绝生坛他来去几次了 居然都没有发现 扎鱼的洞府就在绝生坛 这家伙是不是会一种功法 这功法不具死气 蓝小布继续问道 在知道机运破开了他的封印后 蓝小布就一直怀疑这件事 这个地方是死气纵横 不要说灵气 就是生机都没有 在这样一个地方 他还布置了生机进绝先阵 按理说之前机运行者多年 也都被困在气运阵盘中 连石起这样的垃圾都要利用 说明机运恢复速度非常慢 甚至不能恢复 偏偏他将机运带到摩旋峡谷底后 机运行者就逃了出来 并且制住了扎鱼 扎鱼听到蓝小布的话 冷哼一声 机运修炼的功法叫着生死轮 这个地方对别人来说是死亡之地 对机运来说 简直就是恢复圣地 他的生死轮功法 在初期恢复的时候 急需要巨量的死气 这种死气可不是寻常死气 还是要带着规则的死气 这个地方全是规则死气 你说呢 蓝小布一呆 他没想到自己将气运阵盘埋在这个地方 算是帮了机运 他还担心帮助的不够彻底 甚至还帮忙布置了一个生机进绝先阵 这家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吧 不对 这家伙不是运气好 而是他有气运阵盘 气运阵盘绝对可以改变气运 让运气不好的人也变得好起来 讲到气运阵盘的印记 在他临走的时候威胁他一句 说什么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将气运阵盘拿出来丢在任何地方 否则他就会后悔 现在想来 是多么可笑 他被气运阵盘里面的老东西利用了 反而还觉得出了一口气 甚至有些得意 这些老东西 太艰华了 剑蓝小布愣神 扎鱼探道 你应该明白了吧 你将机运带到这里来 简直就是帮他找到了恢复圣地 在这种死亡之地 没有天地先灵气 我只能依靠先帝的元气和精血狗言残喘 而机运一来就 就如野狗掉到毛坑了对吧 讲到自己被机运利用 蓝小布心里很是不爽 静好他来的还算是早 如果再晚一些来 等机运的实力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后 他拿什么去和机运斗 扎鱼探道 你说的也对 对机运来说就是这样 你也猜到机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吧 因为他有气运阵盘 就这样 你还觉得我们联手可以对付他 所以要对付机运 首先要做的就是禁锢气运阵盘 对吧 蓝小布说道 扎鱼点头 你这样说也没有错 只有禁锢住对方的气运阵盘 我们才能算是勉强有对付机运的资格 否则连资格都没有 而气运阵盘这种东西 几乎没有禁锢的可能 气运阵盘绝对是上古宝物 要禁锢这种上古宝物 必须要同等层次的宝物 你觉得我们能拿出来 就算是生死锅也不行 蓝小布嘿嘿一笑 这机运行者修炼的是生死轮 这生死锅倒是和机运很般配啊 扎鱼看了蓝小布一眼 淡淡说道 因为机运的宝物有两件 除了气运阵盘之外 还有就是生死锅 我得到的生死锅 本来就是机运的 现在你应该知道 有气运阵盘的机运运气有多强了吧 他来这个地方不但获得了死气恢复修为 还能得到生死锅 唯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生死锅居然被你抢走了 按理说这不大可能才是 天天事情又发生了 所以说你也是有大气运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冒死和你联手一次的原因 蓝小布无语地看着扎鱼 他没有想到生死锅还真的是机运行者的 这些老家伙都有表演天赋 之前他还真以为被他抢走的生死锅属于扎鱼 机运行者修炼的是生死轮 此气对他来说就是最浓郁的天地元气 如此来说 这个地方战斗 机运才是东道主啊 应该怎么才能对付机运 蓝小布陈寅好一会后问道 我来这里 机运会不会知道 扎鱼摇头 机运应该不知道 不是他不能知道 而是他无需知道 这个地方死气纵横 任何人来这里 也得盘着 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 现在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恢复修为上 蓝小布知道扎鱼的意思 等机运修为恢复后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他蓝小布 你有没有想过通过困沙大阵所住机运 然后我们进阵偷袭 见蓝小布沉思 扎鱼忽然说道 蓝小布看白痴一般的看着扎鱼 你觉得阵法可以干掉机运 应该是干不掉的 扎鱼点点头 没有表现出什么意外 蓝小布就知道 这家伙又在试探自己 如果他真的说可以先布阵 那他肯定扎鱼不会和他联手 我在问你一件事 通过古墟去掌控一个仙玉 是不是机运的主意 蓝小布问道 扎鱼并不意外 干脆的回答道 是他的主意 原因你应该也猜到了 机运修炼的是生死轮 既然生死轮需要死气 那就同样需要生机 所以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后 机运需要一介修士的生机来帮他 尽管蓝小布猜到了生死轮 应该是同时需要生机和死气 他依然是被机运的狠力做法惊住了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是灭绝了人性啊 对这些人来说 别人的命就何从一般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不敢保证 你会不会临时反水 蓝小布说道 他没有让扎鱼发誓 这种情况下 发誓有个屁用 人家都可能神魂俱灭了 还发什么事 你说扎鱼平静地说道 我藏进真灵世界之中 你带着这个真灵世界去找机运 等找到机运后 我会有突然的手段困住机运 然后我们一起动手 蓝小布说道 扎鱼淡淡说道 真灵世界藏不住 机运只要扫一下 就知道真灵世界中有没有藏人 蓝小布毫不在异地说道 如果我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也不要你联手了 你只管带过去 我保证机运发现不了 到时候你就和机运说 你的人已经掌控了整个魔玄仙玉 接下来的就看我的了 如何 第480章还没算计就被识破 扎鱼盯着蓝小布足足看了数分钟 这才探到 好吧 不过我们机会只有这一次 这一次失败后 你我皆无未来 放心 这次之后你我皆有未来 我肯定没有未来的是那个机运 蓝小布说完后 拿出一个真灵世界戒指 等会我进入真灵世界 然后你将这真灵世界戒指 戴在手指上 机运知道它有宇宙为魔 扎鱼可不知道 但扎鱼一样知道 它有一个等级极高的世界 具体高到什么程度 扎鱼不可能想到宇宙为魔的 蓝小布要的就是扎鱼误会 所以在说完话后 蓝小布看似进入了真灵世界的 真灵世界的化成的戒指 也跌落在地 看见落在自己眼前的戒指 扎鱼捡起 他神念扫了一下 真的是毫无蓝小布的气息 的确是厉害 这绝对是最顶级的世界了 扎鱼按道 他知道蓝小布有一个顶级的世界 否则抢不走他的生死锅 蓝小布表面上进入宇宙为魔 其实就是进入那个更高层次的世界 然后再将这个世界隐匿在真灵世界之中罢了 不过他发现不了 不代表机运也不能发现 扎鱼捏着手中的真灵世界 心里忽然有一种冲动 如果他突然禁锢住这个真灵世界 是不是可以干掉蓝小布 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蓝小布的狡诈 他可是见识过的 还是先王的时候 就硬生生的在他手中拿抢走了生死锅 并且逃出了魔旋峡谷 这种狡诈的家伙如果说对他没有防备 他自己都不相信 况且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对付蓝小布怕是很难 哪怕蓝小布就自己进入世界 被他拿捏住 他应该也对付不了 你准备好 我打算去寻找机运了 扎鱼将真灵世界戒指戴在手指 随手画出几道悬傲的手绝 跟着这地下土洞边缘就再次打开 一个传送阵出现在土洞一角 扎鱼并没有站起来 而是连同蒲团一起落在了传送阵上 唯一不同的是 一块和蒲团一样的东西附着在了蒲团边缘 跟随扎鱼一起进入了传送阵 蓝小布自然不会真傻乎乎的将宇宙维摩放在真灵世界中 然后他躲在宇宙维摩里面让扎鱼带去见机运行者 首先他和扎鱼之间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关系 而且他还抢了扎鱼的生死锅 不仅如此 在合作的时候扎鱼也没有发过事 这种情况下 他将自己的生命给别人拿捏着 他懒小布又不是傻了 进入宇宙维摩 再将宇宙维摩放在真灵世界中 也许扎鱼无法制住他 不过机运百分之百的可以制住他 你在里面 人家在外面 人家置不住你 这只是奇异而已 其二 上一次他就被机运行者给坑了一把 机运把他给卖了后 他还在帮机运数钱 这种事情发生一次是他经验不足 发生两次 那他就是活该了 或者是不适合在虚空中闯荡 有的时候一次都可以让人永世不得翻上 不要说两次 所以这次懒小布装作进入真灵世界中 并且将真灵世界丢在地上的同时 他并没有进入真灵世界 而是施展太义化形神通化为了蒲团边缘的一角 然后跟随扎鱼一起去见机运行者 传送阵文激发 扎鱼连同他的蒲团瞬间被传送走 当蒲团再次落在地上后 蓝小布已通过扎鱼手中的监控阵文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落下来的地方是一块巨大的玉石 玉石正面是一个透明的大殿 大殿布置的虽然不算是奢华 却有一种尊贵的气息 蓝小布猜测这里应该才是扎鱼本来的洞府 只是此刻大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阵盘 这个阵盘上方坐着一名虚幻的影子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个虚幻的影子有一双十指的眼睛 尽管比自己封印的时候大了几十倍 蓝小布依然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阵盘就是气韵阵盘 如此坐在气韵阵盘上方的虚幻影子就是机运行者了 不过此刻机运行者连肉身都没有凝聚 好在有了虚幻的原神影子而已 应该是这下面的死器给了机运这种机缘 你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扎鱼在外面的玉石平台上等了好一会 才有一个冰寒的声音传出来 扎鱼这才敢说话 他恭敬的一失礼 大人我特意来禀报 魔玄仙玉的事情都弄好了 如今一遇尽在我的掌控下 很好进来吧 区幻的影子满意的说了一句后 透明大殿的正门忽然开启 扎鱼刚刚进入透明大殿 立即就感觉到不对 空间这一刻完全被禁锢住 他甚至连动也无法动一下 大人扎鱼惊意不定的叫了一句 鸡韵淡淡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那个蓝小步来了吧 说话的同时 鸡韵的目光落在了扎鱼手中的真灵世界上 这一刻扎鱼才明白 自己的真灵世界同样被禁锢住了 他心里闪过一丝绝望 这还没有开始动手 就被鸡韵发现了 以鸡韵行者的实力 那蓝小步就是有通天职能 也别想从真灵世界出来 此刻哪怕他心里在大骂蓝小步 也是无济于事 他疯了吗 竟然听信了先借一个运气比较好的小东西蛊惑 真的来暗算鸡韵这种人 果然 下一刻 扎鱼手中的真灵世界通然离开了他的手指 悬浮在了鸡韵的面前 鸡韵伸出虚幻的手印 将这真灵世界捏住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真灵世界里面还有一个真正的大世界 这个大世界我可是眼馋很久了 说话的时候 鸡韵的眼里露出一种渴望 这句他说的是真话 他对蓝小步的宇宙为魔和指示 简直就是做梦都想要得到 大人 你 扎鱼口干舌燥 他知道这次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却没有想到会低到这种财程度 还没有开始 就结束了 你是想要问我怎么知道蓝小步来了吗 机运行者淡代说道 你手中突然多了一个真灵世界戒指 别人看不出来 我机运看不出来吗 而且你什么时候如此主动积极了 我说的主动积极不是你来这里 而是魔玄仙玉 我可以肯定 魔玄仙玉你还没有掌控下来 既然还没有掌控下来 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在知道我机运名头 还敢怂恿你来动手的 除了那个敢大包天的仙王之外 我还真想不出来第二个 说到这里 机运叹了口气 这个仙王胆子是大了 可惜的是脑子几乎萎缩光了 我机运如此这么好算计 我还能在这里坐着 扎玉心里很是不屑 你作者又如何 我就算是现在死了 好歹我也有一个残区 你机运连残区都没有 一个原神罢了 说吧 那蓝小布为什么来这里 他和你是如何算计的 机运行者打出数十道 禁止将手中的真灵世界的彻底封印住 这才看着扎玉淡淡问道 扎玉知道隐瞒没有意义 索性干脆的说道 他是为了天罡正旗而来 因为天罡正旗他查到了骨须头上 再从骨须头上查到了我头上 然后直接来摩旋峡谷了 果然是天罡正旗 如此看来 那蓝小布身上应该不止一枚天罡正旗了 我倒是期待起来 机运喃喃自语了一句 说完他随手拿出了一枚正旗仔细的观察着 一直在通过监控大阵看着机运的蓝小布 心里很是纠结 他知道现在可以启动天罡正旗了 可他又不敢 原因就是气运正旗 另外一枚天罡正旗他之所以没有彻底感应 除了自己留下来的印记被剥离之外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那枚正旗丢在气运正旗之中的 丢在气运正旗之中 的确是可以阻碍他查探的 如果他激发了天罡正旗 35枚正旗一起启动 第36枚正旗依然是被气运正旗挡住 无法激发 那他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不过无论如何 也要动手了 蓝小布打算激发天罡正旗和35枚正旗 如果第36枚正旗没有被激发 他就突然出手攻击气运正旗 气运正旗被他攻击 再有扎鱼呼应 很有可能会将第36枚正旗激发出来 完成天罡大阵的布置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还没有动手 机运行者主动拿出了第36枚正旗 蓝小布此刻如果还不知道抓住机会 那他就网自活到今天了 几乎是在机运拿出这枚天罡正旗的同时 蓝小布疯狂激发天罡正旗 35枚天罡正旗同时激发 机运看着手中的正旗 蓝蓝说道 听说天罡正旗是天罡大帝的东西 哎 现在什么杂毛也自称大帝了 真是笑掉大牙 自称大帝 你能拿出来天罡变 说到天罡变这几个字后 机运脸色忽然变了 他想起了天罡36神通中的太异化形神通 随即按道不好 只是没等他将手中的天罡正旗收起 空间瞬间变化 一道道恐怖的天地规则气息瞬间笼罩住了这一方空间